这段视频拍摄于亚利桑那州南部靠近美墨边境的匹马线 可以看到地上竖着一个写有男孩女孩字样的方形目标物 随着一声枪响目标物爆炸散发出蓝色的烟雾 周围的灌木丛开始燃烧 并且在不久后迅速蔓延引发了严重山火 据美国亚利桑那州检察官办公室介绍 开枪者是一名边境巡逻人员 名叫丹尼斯狄基 当时他刚刚得知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是个男孩 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亲朋好友 便设计了这场危险的惊喜 爆炸后出现的蓝色烟雾就代表男孩 如果是粉色烟雾则代表女孩 没想到惊喜变成了悲剧 引发火灾后狄基很快向当地执法部门自首 今年9月狄基被判处5年缓刑 和近82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5600万元的赔偿金